为啥尔康去世后 紫薇竟发疯打冬儿 注意听冬儿说了啥 尔康战死沙场 这个消息对紫薇来说简直无法承受 便晕了过去 醒来后他在扶轮府 一言不发一整天 小燕子都急得团团转 怕他真的想不开 这个时候 琴儿看不下去了 直接劝说紫薇 这些说辞令紫薇无动于衷 接着琴儿又提到冬儿 紫薇才有一丝丝的反应 接着众人把冬儿抱来 紫薇一把就推开 这可不是一次推开冬儿 尔康葬以上 冬儿哭喊着去找个娘 结果在门前摔了一跤 憋得疼痛不以泪流满面 以前紫薇可是会上前好好安慰 如今紫薇一言不发 甚至在冬儿靠近她时 也是狠狠地推开 她不想要冬儿 冬儿被吓到了 但她还是很懂事地说 或许是这句话 把紫薇彻底叫醒了 她立马飞奔过去抱着冬儿 把紫薇拉回了现实 也许这就是亲情 为啥一向此母的紫薇 不在尔康去世后太子大便 终究还是太爱了 她得知尔康的去世消息 自己就想着赴死 而冬儿是唯一的亲爱 所以次次推开不想看见